总有小小口味的天生蛋糕 我们今天就放纵一下自己 要尝尝这个 因为我听说那家很好吃 所以我们一不小心买了8个 别说这么多了 我们该吃了 来来来来 想吃什么味道就是什么 对啊 就是生日蛋糕以后 就应该弄成这种拼接形式的 可以 这是真的千层的 就很多层 有点像那个 Lady M 说一下 好吃吗 好吃 好醉好吃 一直在吃之间纠结 又不甜 然后抹茶味也很懂 我喜欢吃这个 这个也太好吃了 不是这个也好吃 但这个味道是我曾经吃过的 就是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味道 他但是他做的是好吃的 但这个是我没有吃过这个口味 caramel 焦糖是吧 其实很特别 好吃 哦它是抹茶 番范的 还有香蕉 嗯 怪不得 我觉得很特别 很特别 因为我之前吃抹茶 就没有这么香 而且你不是会做蛋糕吗 你的这个评价应该更专业一点啊 还是要比我做的好 椰子的吗 可以的 上面有这个椰肉 应该是这个吧 这个白色的 是这个 所以通过颜色就直接取分 哎呦 放锁了 感觉 哇哇哇哇哇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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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感觉 还挺好吃的 好像哦 比较新鲜的感觉 它这个本身就是那个椰汁了 哦哦哦哦哦哦 所以它吃起来就非常的 有椰子的感觉 哦哦哦哦哦 是的 吃着吃着 你找到我啥 没有 我就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听到椰汁款页之后 都会想笑 这有千层呢 原来这一层一层混得很细 而且胖了又怎么样呢 胖了难受 自己难受 如果所有人都是这样之后 你就很难去逃脱了 给自己找了一个冠冕糖果的理由 把这事多减 我们现在还有五个 我要吃这个的 你要吃这个 这个啥味的 我们现在吃这个 泰式奶茶 对泰式奶茶味的 应该是比较准 你知道什么 这个东西配的 真的跟蛋糕完全是一样的颜色 奶茶的味道 奶茶的味道 你喜欢吗 不喜欢 就不会太腻 因为它有很多丰富的感觉 它这个酱真的得加 然后就很灵魂的感觉 对 应该很多人都没有吃过 这种这样的那个千层蛋糕 所以我觉得 非常给大家 让大家也知道一下 这家宝藏餐厅 好吃好吃好吃 好吃 好吃 我们现在吃了有四个口味 你最喜欢哪一个 抹茶 Banana 我也是 我最喜欢那个抹茶的 我觉得大家去那点的话 一定要试一下那个抹茶的 我觉得别的都好吃了 但是最特别的我觉得就是那个抹茶的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就是那个可可奶奶椰子的 我也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好吃 他们俩在我心里拼命的地方 但是每个都挺好吃 大家跟着自己的口味来买吧 对 但是抹茶那个一定要是 对 拜拜 今天那个介绍就到这里了 拜拜 从Bandermeer地铁站B出口出来锁转 就在City Hub 2里面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在City Hub 3里面咯